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低位阶的 高股息资利率或高獲利的才叫優 所以美國這個是叉叉 這個是圈圈 來看我們的 我們的圈圈叉叉 好 我們先講不好的 我們先講不好的 先講這個惡高的 譬如說講合金 合金最近的題材 當然就叫第三代半導體 但畢竟來講 第三代就代表不是現在在用 不是現在在用 就代表比較未來 那比較現在賺不到錢 所以他的本益比很高 五十四倍 五十四倍非常高 你去看這個什麼環球金 中美金 本益比都是十幾二十倍 這個自己飆到五十四倍 代表他這個大家對他的未來有預期 因為股價逆金 股價已經大漲起來了 你的EPS沒賺那麼多 本益比才會飆這麼高 對 沒錯 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他的K線圖 那最近的 最近這半年 他的股價從五十四塊飆到八十九塊 他算是在矽晶園裡面最會漲的 那主要原因就是搭上那個第三代半導體的題材 不過到目前為止 他的股價有一點ABC走弱 這有一點要小心一點 而且提醒零極限破掉囉 對 好 第二檔來 漢磊 第二檔漢磊 漢磊做的是晶圓代工 你說又晶圓代工 這裡講的晶圓代工是屬於那種功率半導體的晶圓代工 他屬於要是六吋 不要偏車用 所以車用很夯 最近不是很夯嗎 可是他的股價 他的股價除以他的EPS 因為他的EPS 今年一整年連一塊錢都賺不到 所以你除下來本益比是接近四百倍 你看高本益比 對 高本益比 那你看他最近的股價走勢 你看是不是走勢比剛才的核心還要弱 對耶 最近就在修正這種東西 所謂的高估值 就是高本益比的要修正 高估值剛說直白的就是之前漲得太超過 獲利能力沒那麼強的 所以美股跟我們美國科技股也在修正高估值 好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很夯的 虛擬實境VR 那他的本益比是無限大 無限大我剛才講過的 就是他的EPS是負的 所以你任何的股價除以負的就是無限大 那你看他的股價走勢 這個元宇宙最近是不是很夯 在這一兩個月 每天都有新聞對不對 可是他的股價走勢已經快跌破頸線 漲不動耶 對漲不動 而且那個頸線位置八十塊錢 今天是收在七八樓 是破掉了 所以差的來看一下 他吻合了這個前面的半年 漲很多 所以他高積極高位階 本益比太高 獲利能力是少的 價格太貴了 好那圈圈好的 圈圈好的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當避風行 譬如說以群創來講 本益比只有三倍 三倍耶 你現在要去找這種股票很難啊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那個K線圖 K喔 對你看 他就是長這樣了 就跟剛才我們看到很多的股票不一樣 這個比較像剛才的國具 對 底型出來 對底型出來 然後呢本益比偏低 那明年 不是今年一定高配息 對吧 所以這種股票呢 就是相對來講比較安全 所以他的 從大哥問一下了 因為呢 他是嘗試整理嘛 所以呢 整理到底型出來 把所有均線 踩在腳底下 多數啦 像如果自己手上股票是 底型有出來 低位接 然後均線踩腳下 就代表 就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沒錯 講到了群創 看一下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為您做一下插播 群創業績就像從大哥說 好啊 不然本益比怎麼會那麼低呢 只有三倍 這是他的獲利分母EPS很大 去年營收三千五百零一億 這麼多 您想想兩成九 近六年來的新高喔 好 群創完之後 來第二檔 好 第二檔是亞聚 亞聚今天還蠻特別的 那主要的產品呢 叫PE 就是聚乙烯 那還有一個叫EVA 通常用在哪兒 聚乙烯很多啦 譬如說塑膠袋就是聚乙烯 塑膠袋 對 塑膠袋就是聚乙烯 那EVA是用在太陽能電池裡面的 那個薄膜 現在就很夯 那他的本益比只有七倍 然後最近的原油的價格不是上漲 所以這些塑化中間原料的價格 也跟著漲 我們來看一下K線圖 你看這是不是算底型 真的很低 很低嘛 低位接 而且又低本益比 然後明年 今年又有高配息的一個機會 那請問喔 今天時間縮短 今天流了長長的漲上去 賣下的上影線 這個會有壓力 這個是被大盤害到的 因為大盤就是這樣 譬如說我主跌一些股票 跌到最後呢 我連沒事的我也要脫下水 連好的都被殺下來 對 因為跌了一百多點了 快兩百點了 那就是好股票也被亂殺 像這種股票 可能下禮拜又要補部長回來 跟您報告 今天外資是買1308亞鉅喔 而且我完全認同 成龍大哥的說法 還記得成龍大哥交貨嗎 一根紅黑棒出大量 攻擊訊號發動完全往前看 一紅還有多方的跳空缺口 缺口多方缺口一 第二個紅棒 第三還出量 第四一長紅吃掉 四五根的黑黑 這就是多方展現實力 沒錯 還有第五個 就是整個族群都有動 譬如說你看他同一個1304 清掉我們看個通通好了 你看果然壽化族群 現在今天全部都被帶動起來囉 還有包括來第三檔接著呢 好那國泰晶 你看最近外資照三餐在買金控股 因為很簡單利率走深 利率走深對這些金控股 不管是銀行端 不管是受險端都賺錢 那目前的股價六十二塊 本益比也只有七倍 非常的低 你看他的股價走勢 是不是也是一底比一比高 你先把時間收拉長一點一點 我們要看低喔 時間拉長一些 大盤的屎高 他還沒創新高 好然後再看一下時間收短 所以接下來下個禮拜的走法 大概好 下個應該這樣講 國泰晶或富邦晶 這種受險為主的 其實你要緊盯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美國對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那就是一個債券的一個價格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美國最近是在飆高的 對 因為飆高 所以最近這些金控股 外資都在大買 我推論看是不是這樣子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的飆高 等同於升息速度會加快 也等於縮表的進程可能會提早 所以如果這個真的成真 上場上的資金會變少了 利率於拉抬 金控當然賺的利差 拉大了才是他們的機會 當然 當然 是這樣 對 沒錯 好 那聊了 我們回到剛剛的字卡 這個是好的 這個是不好的 已經幫您掃描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講到了大盤 沒有錯啦 從美國那兒講到我們 可是明明我們國內有好消息 我先插播喔 今天我們公佈了去年12月份的出口 407.2億美元 這是單月次高紀錄 如果看去年一整年 我們去年幾年出口 布爾巴總共4464.5億美元 史上最高紀錄 年成長兩成九 就是這麼漂亮的成績單 這會不會帶來一點點 我們GDP的底氣 為股市加分 對 當然有一點希望 有一點希望 可是我們還是 源頭我們要去抓 對 源頭是什麼 美國 對 絕對是這三個字 或者你講聯準會叫FED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從這個疫情 剛開始爆發 就是二零二零年的三月份 當時聯準會做的動作 叫做無限QE 無限 隨便 QE就是印鈔票 隨便印 你要什麼我就印什麼 那他所謂的印鈔票 我們之前講過很多遍 所謂的印鈔票 他其實是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去買債券 我去買債券 因為我買債 我需要出去什麼 錢 我錢必須要到市場上 所以我就這樣子 把資金源源不絕的 丟到市場上 這個就是擴張資產負債表 那這個資產負債表 從應該說源頭 從二零零八年 到這次疫情 又再到現在 我們看那個資產負債表的 那個數字 現在到了多少錢 八點七兆美金 大家沒有概念 八點七兆美金 你覺得 對你來講只是一個數 我們要用比較的 2008年在這裡 好你知道嗎 2008年的時候 就什麼事都沒有 也還沒有開始印鈔票的時候 聯組會的資產負債表 是八千七百萬 沒錯 你說八 好熟喔 對增加十倍了 十倍 對增加十倍 八千七百萬 從2008年一路到今天 變八點七兆 這個留在這 我把剛剛成功大哥那段話 跟這個地方 把它mage在一塊 你就聽得懂了 為什麼之前 COVID-19之後 零總會無限的印鈔票 然後QE去買債 然後錢就散到市場當中 為什麼會讓資產負債表 變這麼恐怖 先講誰印鈔票 當然是央行印鈔票 央行印鈔票不是莫名其妙印 他是用負債來印鈔票的 然後他去跟財政部 買十年期公債 財政部央行拿錢 去跟你買十年期公債 錢就在財政部手上 財政部幹嘛 財政部有財政政策 基礎建設啦 或投資啦 或做其他的運用 錢不就散到市場當中嗎 那你懂他的邏輯 Circle概念嗎 輕調 接著 好那我們講 你看這個從2008年到這邊 這邊有一段時間是下降的 這個就是鼎鼎大名的縮表 這個就是縮表 也就是說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聯準會曾經縮表 當時主席叫葉倫 他在縮表 可是當時因為縮表 縮的速度實在太慢了 而且他一直在跟市場保持溝通 所以對股市沒有任何的影響 而且他是從第一個 是我之前我講過這個縮 僅縮三部曲 一開始是先減少購債 第二個叫升息 第三個才叫縮表 那他在這個從減少購債到縮表 總共花了五年時間 所以他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在這裡縮表的時候 而且也沒有縮很多 一沒有縮很多的時候 接下來就遇到COVID-19 然後一遇到COVID-19的時候 就怎麼樣 無限QE 無限印鈔票 所以你會發現後來 為什麼會這樣抖針 因為他無限印鈔 所以一路到今天 他本來這裡就要縮表 他覺得在這當時是大概四點五兆吧 他就覺得太高了 他就要縮了 那現在是八點七兆 是這裡的兩倍 好那我請問你怎麼說 你現在要怎麼說 然後要縮到什麼樣的水準 這是重點 大家對這一次的縮表 你也許只是新聞 就是看過去 但是我們要知道 如果你是聯準會的官員 或者你是投資人 你一定要瞭解 他現在要怎麼說 他心目中 一定有一個理想的數字 如果他的理想數字是八點七到八 那也還好 說一點點對不對 可是如果他的理想數字 是2018年的水準 我的媽呀一半喔 對 你就會講出這三個字 我的媽呀 對 那還得了 會這麼恐怖嗎 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我今天只是給各位一個想法 你要觀察 密切觀察這件事情 他的縮表是怎麼個說法 八點七縮到八 還是八點七到四點五 如果八點七到四點五 那完蛋了 過去水可再收 就亦可覆收了 我終於知道 今天媒體寫的 楊總裁Worry的地方了 因為楊總裁跟美國 領轉會主席鮑爾 其實是很熟的 他現在依舊摸不著頭緒 到底鮑爾 你接下來縮的程度 是到這兒還是到這兒 所以呢 我們的楊總裁才說 縮表很恐怖 大家盯著看 因為縮表就直接把你的水 直接抽走 沒錯 不是水價變貴 升息叫做水價變貴 讓你少用水 對 縮表直接把水抽走 讓你沒有水 那股票上都已經水漲船高了 他的位階都是水 把他撐上來 一沒水就掉下來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講完了嘛 來看一下文字囉 那接著怎麼辦 所以你看 最近跌什麼 除了高估值的股票 我們剛才講很多以外 還有個比特幣 比特幣他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大家認為 聯準會會亂印錢 加密貨幣不會印錢 加密貨幣PoE 比特幣兩千一百萬枚 固定的 所以你亂印錢 他就一直漲 那現在聯準會不但不印錢 他要抽錢 那這個當然就跌了 所以不要認為 比特幣四萬塊就就停了 沒有 他是跟著聯準會的動作 做相反的 聯準會越收 越抽錢 他就越會跌 所以囉 當升息跟收資金跟縮表 這些的動作持續 或者聲音傳出來 虛擬貨幣的壓力 賣壓會繼續 當然 所以我們看指標 變成現在變了好幾個 你如果聯準會沒有 常常在講話 你看不到 那你就看比特幣 比特幣如果沒辦法止跌 很難止跌 懂了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這樣 經濟復甦 民生必需的股票 還是會比較強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 很多可口可樂 麥當勞 寶橋那一些 所以如果你覺得高估值的股票 或者比特幣相關的股票很危險 那就趕快把資金轉到這邊來 相對安全 所以好這個懂了 大盤就可以請來一下 那麼請問呢 這些大前提存在大環境 我改變不了 大盤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觀察 好 因為現在的大盤 百分之三十是台積電 對吧 台積電影響 全中啊 對啊 那台積電的走勢 又等於是電子股的走勢 電子股對大盤的影響有百分之六十 所以以目前的角度來看 不太容易止跌 因為電子股的修正 我們先講電子股 因為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假設呢 一年前有100個人買電子股 現在大概500個人買電子股 大概是這樣子的規模 好那這500個 現在都是處於半套勞的情況 有的也已經套蠻深的 對吧 都套勞的情況 那我們過去的經驗就是很簡單 套勞很多人 怎麼讓他解決 殺融資 你只要看到殺融資的時候 才會出現所謂的籌碼 在低檔換手 你看電子只是往下掉 就是這個意涵了 對 所以現在因為套勞的散戶太多了 我們就事論事 接下來你要看融資欲 如果融資一天大減50億以上 而且可能兩三天 大概才有止跌的機會 感謝陳榮大哥 非常謝謝您了 精彩 觀眾朋友 今天縱觀從美國說到了台灣 其實這一波的修正壓力 是從美國那兒收過來的 先講這個他所提到的 第一個盤面上 因為大盤往下做修正 所以我們很多的股票 都跟著做修正了 那什麼叫做跟著做修正 是偏弱整理呢 哪些是強勢整理 美國這邊是安全 這邊是危險 台灣這邊是安全 這邊是危險 我就不再敘述了 因為陳榮大哥剛剛說的很詳細 那麼大盤 大盤跟您做一下報告 他說升息來 幫我來個擺板好不好 到底升息跟縮表差在哪裡 昨天我們已經講過了 這是游泳池 現在水漲價了 如果你人到游泳池去游泳 門票會變貴喔 所以升息是水漲價 門票變貴 借款利息變多錢了 可是換黑色喔 如果我縮表 縮表我們已經說了 就林總會把我抽印的 印太多的 市場上太多的美元收回來 收回來幹嘛 那個錢臭臭髒髒的 破破爛爛的 就把它銷毀掉 資產負債表 負債就能夠縮減了 所以那叫什麼 就把水 Water給抽掉了 當你水變成這樣 拜託 你再貴的門票 你也不用游泳了吧 所以水抽掉 錢沒了 當然股市就會往下做修正 清掉回到文字 因此呢 這個不要跟林總會作對 恐怕每股修正 還會再持續 台股也一樣 提醒高估值的科技股 請避開 如果呢 加密貨幣 虛擬貨幣還在大跌 就等同於 現在的縮表升級動作 依舊持續準備要進行 所以多琢磨一下 民生必須品相關概念股 總之呢 吃喝玩樂 或者是我夠不得 喝的 我總不能 這個虐待自己吧 所以這些呢 反而成為 比較安全的避風港股 以上重點 成文大哥結論對嗎 對 完全正確 感謝您了 進廣告 回到講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去抓了 因為呢 要講股票 就像成文大哥說的 如果大環境 有這麼多變數 害怕呀 特別請漢偉幫我抓 亮大熱門的各股期貨 其貨具有價格發現的功能 特別從漢偉交過的 均線多頭排列 或者空頭排列 然後呢 RSI 黃金交叉 偶爾四網交叉 來研判 該現貨 下個禮拜 雲 下面 詞文貨